其他的部分的话,甚至我会把我询问ChurchPT与回应的部分会有截图 底下的话就是把程式码直接截图放上来 你可以看到它提供的程式局最大的差异部分 其实它就会把它写成DF DF的话实际上就是Python里面的Function,就是一个函数 可是如果你不要这么麻烦,因为干嘛还要自己呼叫这个Man 然后呼叫完再去执行 你干脆就直接执行就好了 如果单纯一点的话,是可以把它删掉 不要借一个,所以就不用去呼叫 那也不用去执行这个Man 那就执行中间这一段就可以了 不过记得,如果你把上面下面删掉的话 那收牌需要再把它移到前面 那因为收牌在Python里面也是程式的一个部分 所以如果你没有收牌,或者收牌不正确 也会出错,大概是这样 所以你的后面其实它有蛮多程式,都会写成Function 除非说,我不晓了,你如果底下再叙述说,请不要用DF输出 看看它会不会把它拿掉 OK,好,我是觉得不影响啦 反正就是你知道说,头尾拿掉 然后按Shield加Table,这样就OK了 然后底下的话呢,我就再延伸 比如说呢,我希望呢,输入年龄的部分 我希望把它改一下,请帮我写内容为输入... 应该是输入生日,这边改一下 本来是输入年龄 把它改成叫输入生日 本来是输入年龄,这个就直接输入生日 也就是说,把它改成生日之后 那会做一个动作,就是怎么样去把它转成年龄 所以呢,这段输入生日,我觉得它写的还蛮好的 而且它这个我看一下,它这个输入生日 一样有写成很多个Function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段输入生日 因为它这个黑底,白字看起来不是很清,所以我把它贴到这里 所以,我就直接把这一个叙述 这段输入C好了,然后直接贴到哪里呢 这段输入是马在云端第七页的地方 第七页的地方的话 那一样我把它开一个新的Module 然后把它贴上,上面的注解拿掉 然后直接贴上就可以了,Ctrl加 OK 那你可以看到,基本上它有什么差别呢 那你将来如果有Man,没关系,你也可以直接贴行Man 如果你不想要有这个Man的话,你就把这个跟这个拿掉 然后这边的话,一样可以把它按Shift加Table 上面这个不要动,因为它上面其实又是另外一个Function 这个Function的话呢,是在这里 去丢一个Birthday,它的生日丢给这边做处理 也就是说,这个应该Return就是H了 所以,这段程式基本上就是 帮你计算你的生日是转换年龄之后的结果 所以它有一个Return Return的话就是,它帮你把最后的计算结果返还到哪里呢? 返还到这个位置 所以这个位置接到之后的话,那就会是它的年龄 底下就是一样的层次嘛 OK,所以你会发现,如果你不会写这一段,那没关系 你直接在什么,那个Trash GPC上面跟它问 它只是说把输入年龄改成输入生日 它就会知道 我觉得它其实,有的时候我本来是会想要多详细的讲 多一点的叙述 可是后来发现,其实还这样不用 它都知道说,比如说生日,它就知道输入日期 它也不用特别去讲 那如果要把它轻简的话 当然我讲过,这个头可以拿掉 这个可以拿掉 然后这个也可以拿掉 如果你不要用Man的话 另外的话,把中间这一段按Shift加Tab 这样就OK了 上面不要动,上面没视标 上面的话,其实就是呼叫 就是,当我输入生日的时候 特别是生日它还给格式 有没有,就是西元年 然后月跟日 输入之后,丢到这边来 它会判断一下 那判断的话呢,你会发现 这边它还有Incode一个模组 叫做这个Date Time OK 那Date Time的话呢,它有一个作用 其实你会发现Date Time不明示 Date的日期嘛 太多时间 所以这个模组里面呢 有几个方法 像点的Date的话,应该可以理解吧 应该可以抓到今天的日期 为什么要今天日期 因为要算你的生日跟今天日期相差多少 所以如果你要计算的话 那其实就是什么 把今天的年的部分 所以后面有一个点year 就是抓到今天的year 再减掉它的birthday 它的年 的部分 相减之后 那得到的结果就是 Return 这个地方就h 它的年 它的这个税数了 后来后面要多剪一个 它还有判断 判断它的月跟日有没有满 不过理论上 假如说你今天 不是算那个什么 不是算精确的生日 比如说反正我算西元年 年到就好了 不管我的那个月跟日有没有到 我不管 那你就是直接剪完就好 那如果说你还要再判断说 它的月跟日有没有满的话 那可能后面这一段再加上去 OK 所以就看自己的那个逻辑需求 最后的话呢 Return Return 的话就把这个东西返还 所以就可以去 这个以后如果你要在 Python里面写一个方选 传数的话 那首先当然你要知道几件事 第一个 你要如何传参数 所以这个名称有没有 跟这个名称一定是一样的 所以呢 它就是知道说 估叫这个在哪里 在上方 第二的话呢 把输入的BroadState 比如说我今天假设 输入一个年月日 输入到这边 当然理论上会先丢给前面嘛 然后在这边 再传过来 所以这边的话呢 其实就是一个引数 我把它丢给这个Function 给它这个引数 在里面做了一些运算结果 Return 回来 所以Return 的话呢 它会把这个结果呢 放哪里 丢回来这边 所以这里面得到的是H H就是它几岁 那几岁的话呢 再传给这边的一个变数 也叫H OK 所以上面的H 这个H是它的H 但是Return 那这个H的话是一个变数 把它接到 然后再判断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把它Return 执行一下 那生日的话 这样看 应该可以理解 就是 年的话就是1988 然后一杠 然后10月10日 OK 那假设 这个人 我希望知道说 他的年龄是几岁 那1988 应该 算了 Enter 好了 它已经 不过它这边没有显示说 它的H 所以如果假如你要 显示它的H的话 可能它再把H 这个H变数 把它丢到这边 比如说 你已经满了18岁 它直接就显示你已经18岁 但它没有 显示出什么 它到底是几岁 所以这个H 假如你要再串到这边来的话 有没有 这个H 如果 应该是前面假设说 你今年 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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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岁 几岁的话 那 因为要把H 串在中间 所以特别注意 一定要用 双引号把它切开 也就是把它变成两个字串 然后再把H夹在中间 所以双引号两个 然后再加加两个 移到中间之后再把H放过来 那还有一件事要特别注意 因为双引号到双引号 这个是一个文字 那文字如果你今天要把它串一个数字的话 它一定会出错 为什么 因为文字跟数字 没办法串在一起 那怎么办 最后还要记得一件事 如果你没错的话 它这个地方一定会出错 它会跟你讲说 这个形态有错 所以你把它执行一下 假设 我想说 想知道说 到底 今年几岁好了 OK 执行一下 当然 错的话一定会出现形态错误 比如像这样 Enter 它会出现这个地方错 那为什么错呢 它这个地方也会告诉你说 哦 你这个是一个TypeL 如果你现在看到那个TypeL的话 那你就要很直觉 知道说什么 Type就是形态 什么形态 你的那个变数的资料形态不对 那我刚刚有提到 因为这一个H里面放的是一个数字 假如是25好了 比如说25岁 它放的是25的数字哦 如果你要跟这边的文字串在一起的话 那记得要把这个转成这样子的一个形态 25的文字 那如何 可以把那个 数字 转文字 那很简单嘛 就是记得有一个函数 包在这个Edge的外面 叫什么 叫street str 前刮符 后刮符 ok 这样的话呢 它就会 它就会把什么 把25 假设25的数字 转换成25的文字 然后跟前面 后面串在一起 所以您今年 起碎 碎 碎 OK 这边再加一个碎 这样子 然后再加一个豆点吧 ok 好 那如果要它完整一点的话 这边这个地方也可以 这个地方也可以 再加一个转型 如果没有转型 一定是出错 也就是如果你要显示几岁的话 就是加上这个叙述 您今年几岁 后面的话呢 再串 原来已经满18岁 已成年 这样有点啰嗦 就已成年就好了 好 那不过 ok 那最后我们来 跑一下好了 所以执行一下 假设我出入生日 1988年的 10月14 10月10号 Enter 有没有 它就帮我计算完了 34岁 然后已经满了18 那 10月10号 因为还没到 所以它好像少一岁 那假如说 我让它生日极前 1988 看一下 818号 818号过了 Enter看一下 欸 35岁 有没有 所以 它这个程式 那还会看说 有没有满 它的生日 有没有到 有到的话呢 才会多一岁 没有到的话呢 那就会少一岁 有没有像刚刚 甚至假的10月10号 所以它还没到嘛 没到你就是34岁 即便你的年已经35岁了 但是你还没生日 表示你还没多一岁 过了生日才多一岁 所以这里的话 假设我把生日改成8月8号 因为8月8号 过了嘛 过了就多一岁 所以你会发现这边是35岁 好 那请各位试试看 那以这一题来看 你会发现 这个ChargeVT 其实 最大的贡献 其实就帮我写这个 有没有 生日 转换 成年龄 的一个什么呢 一个function OK 不然的话 假设你对于那个 因为有时候 写程式里面 程式里面最麻烦就是 那个什么 日期跟时间的计算 OK 所以如果假设你日期时间 计算这部分 不太在行 那没关系 ChargeVT 上面其实也有答案 所以我把重点再回顾一下 一 我这个程式 放在云端白板的 第二个单元的第七页 所以你们第一件是 可以把这一段 Ctrl-C,Ctrl-V 贴过 这个是ChargeVT 给的 那第二个的话 就是把 DF 一样 跟刚刚的动作一样 DFman 跟DF这个把它拿掉 并且把 这一段 按Shoot加Table 让它出牌 往前 另外的话 我最后 其实就改 你已加了 那个 几岁的部分 所以这一段 看后面 这个 就把它补一下 就 加上这个 这个底下 оче 那请各位试试看 当然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甚至你可以把刚刚的问题改一下 如果这个Python 你觉得不要用Python的话 那你可以用什么VBA 改一下 那把那个VBA的程式 直接贴到那个哪里呢 贴到刚刚讲的 Essail打开了 然后增加一个模组 贴到模组那边 就可以了 所以目前来看 为什么Python跟VBA都还蛮受欢迎的 主要我觉得一个很大原因 就是简便 这件事情我觉得应该非常重要 对很多人来说 第一重要 不然太麻烦说真的 我刚刚写个程式 我就要有点像是 准备了一大堆东西 装了一大堆东西 还不能开始 那简直是 我就这么简单的需求 那实在太麻烦了 所以这两个工具 我觉得有一样的特点 就是说第一个 打开就可以用了 OK 那第二个你会发现 它们共通性还蛮多的 第二个特点就是 里面的变数 你会发现 它这个Edge 不用宣告 什么时候产生 当你丢资料给它 它就产生了 OK 所以不像以前 学像Chapa一定要定义 而且它定义非常 除了那个变数名称之外 还有资料形态 那这个地方不是 是有点像是 你丢什么给它 它就是什么 比如说你丢一个数字给它 它里面 它就变成数字形态的变数 如果你丢一个文字给它 它就变成一个文字形态的变数 OK 所以这个概念蛮好的 那跟各位讲 Python跟VBA都一样 VBA也不用宣告 你丢什么给它就什么 我觉得这两个工序 好像很多地方都有雷同之处 那我之所以喜欢是因为 两者都具备有简便的这种特性 OK 那这个当然提供给各位参考 那后面的话 底下有VBA 那VBA的写法 我自己有 其实也不难 其实如果你会转的话 两个自己转一下也OK 但是 我是觉得 对于这个 比如说支撑的人来说 没问题 但是这一般来说 就是一个大问题 所以你不是每一个人 都是非常的在行 怎么办 没关系 现在有 RGBT 就可以让本来不是很熟悉这些东西的人 突然间变专家了 这件事我觉得 这个等于是有点一个很大的一步 以前说真的光要训练那个程式的基础就非常困难 现在的话 等于说他有帮你做很多次了 所以我觉得现在学习那个程式的观念可能要慢慢改变了 因为以前可能还要背很多东西 然后还要做很多的练习 然后一步一步自己调定 才能够写出一个像样的东西 可是现在因为有一些辅助 那其实有些就简单多了 那底下当然呢 还有可以变化一下 比如说还可以输入年龄 除了成年未成年之外 可以改成什么 改成 多了就是把成年部分 变成三个不同的区间 也就是说如果是18岁到30岁 包含的话 那就青年 如果是31岁到65岁 那就壮年 那65岁以上的话 就老年的话 那变成说 刚刚是逻辑的话 是处跟处 两重逻辑 比较简单 那未来如果你遇到 那个多重逻辑的话 那记得 其实最大的差别 如果像刚刚的程式要改 比如说我们原来这个程式 假设要把它改动的话 那很简单吧 改的方法你会发现 比如说以这个来看 假设多重逻辑要怎么改 其实 这个我想你们先试试看 待会我们再来看 因为逻辑最重要就是 处跟force最常用 要不然就是多重逻辑 如果你两重多重 当然还有一种 就是连else都没有那一重 123 12多 如果你都会的话 那将来 你在处理那种资料判断 就简单了 因为 程式厉害的地方 主要就是可以帮你做判断 你只要给规则 他就帮你判断完成 好那试一下 把那个刚刚讲的部分 先稍微列集一下 所以贴上程式 再会做一个修改 所以以后有chart UVT的话 好像变成 发比较多力气的地方 好像在改程式上面 试一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